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现在正在这段时间在整理经典 就是有通俗的讲业经历几步经给大家准备一下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未来就是看病这一块 暂时就是就是孩子的病啊什么 因为我要查就是从他很多事查 就是从英国里边查就是看病者我暂时停下来 就是我要今天跟你查了你知道马上大家所有的都是病人 所以先解决大家修行根本救度的问题啊 修行的问题那我很想就是帮助你啊 我也很想帮助大家每一个因为病苦是很苦的 尤其孩子病母亲比他病很难受啊 就是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妈妈但是我今天不能开头去去 因为我也有我的戒律就是因为要做那件 还有但是我会把我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如果 如果我有功德都挥向给你的孩子啊 如果如果等把经讲完了有机会有缘我再帮助你好吗 嗯 要开始休息比如说要打坐开始休静下来的时候 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反应有时候是生理的有时候是幻境啊 头脑的就是那身体出现比如就是气冲啊或者是就是 这儿嘎巴响啊各种互打互小互露互热互麻互账啊 就是各种各种动静啊或者你觉得你气满在转化或者是什么 这都是幻境知道吧 在在刚开始静坐的时候这些都会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点消失的 除非他真的是很难受啊 那个时候就治疗但是如果他每天都在变化的话 不要在意这个觉受因为你在刚开始修行的是有我的你有个生界 这个身体你会如果能量就算你能量足你也很难受知道吧 会憋得就好像没地方 所以这个是你没破我下没死生界没破导致的刚开始 所以才定要跟机功德加在一起就是利他之心啊 利他的时候你的心会放下自己的我知道吧 他就不会把能量就是就全在自己身上折腾这种 就有个例子啊大家都站在这啊现在都是在听我听我在说话 所以大家还好一点因为万众一心了这就都在希望听懂老师的说 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不是我的力量是大家的力量 所以如果是假如说我没来的时候大家坐在这有时候一进来啊 如果人多的话你会觉得那个那个能量是一团一团的 就是每一个人带着自己的能量的光一团一团的 因为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痛苦跟灾难 比如说这位妈妈小孩子的问题她就很苦 每个人都是把你就看见是一团一团的 哇就是有的是灰的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红的有的是 反正根据你当下的认知那个气脉是不一样的 那个能量是不一样的 但是所以这个世界这个房间的能量是分割成几千个的 是吧就是上百个上几个因为你的杂念很多 但是如果如果你放下因为你是一团黑气嘛 因为你很苦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嘛 是吧你今天你坐在这个你站在那你就想 我希望这个房间所有人的苦难都能够恢复 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发愿这个孩子他能够恢复知道吧 你把你的苦难放一放把你那个月里发到别人身上 就是说我今天来了来到这 借的大家这么多都是修行人 而很多人都是舒适都有成就的啊 那你发愿力他一下 就是借这个场来去帮助这些众生啊 不是虽然我们千里瞧瞧坐着飞机过来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啊 带着自己的痛苦过来的但是在这一刻你能不能先解决别人的痛苦 你站在那发愿像菩萨一样去发愿我希望帮助到他们 因为我的这个哪怕这一年能够给予他 如果你生生世世有功德的话回向给这个孩子 回向给身边的每一个送苦送来的人 如果你们的能量如果你发过来他发过来 整个这个房间的能量马上就变成一个世界了 就变成净土了知道吧 你不要小瞧你那个力量你知道你带着一个世界过来的 你带着你世界里的借数过来的知道吗 所以你的能量你先发过来他发过去 你知道都是善的月包都不是苦难 因为对方那个苦难他波及不到你心 因为对方的苦难你不能感同身受啊 你没有没有痕迹 所以你那个善悦里边不带痛苦你知道吧 所以你你利他 所以这个功德很大的哦 你试一试哦 也许在这个潮大家互相就好了嘛 因为自己没用完一月之前 哦哦 我知道 我走那个 迷勒佛 等迷勒佛下世的时候你再来哦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最快的达成佛国 我就想请问是不是可以这样 去迷勒内月可以啊 迷勒内月也是净土啊 就是在欲界天的天道里边的净土啊 但是你看到《无量寿经》里边 释迦牟尼佛在去弥勒菩萨带他的倦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吧 觉得你 你看说弥勒菩萨 你看你也度众生度了很久了 很多众生还是度不尽啊 这么多 不如先去西方极乐世界吧 学点本事 是吧 再回来 你看《无量寿经》是吧 说明那个世界更符合我们的耕气 更符合对我们的 就是我们在那个世界 能急速成佛 在这一块 欲界天这一块 可能成佛 也能成佛 但是修行的路比较苦 就路难走 就是说大家 嗯 不是说去弥勒的愿 去西方极度更快吧 是佛佛没有这个 看谁了 这就是引人而已的 你不能定义 这就像 是吧 佛不是 释迦牟尼佛 你看《无量寿经》里边 释迦牟尼佛就去弥勒菩萨 他都是对弥勒 慈世菩萨嘛 说慈世菩萨就弥勒嘛 就说那个 他就对应的 对积的是弥勒 因为千道众生嘛 快乐嘛 不发心 修行嘛 觉得这么快乐 先享受下 也想成佛 也不是说不幸福 是成佛再慢慢来不及 因为苦难的众生 才会拼命的 赶紧想解脱嘛 快乐的众生哪想解脱 解脱心不迫切 知道吧 所以跟弥勒说 让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带他的借术 千道众生啊 去西方极乐 快速成佛 但是说 不要落在人后 你知道有一句啊 看《无量寿经》 你们看有一句话说 就是康生凯义的那个《无量寿经》 他里边说不要 为啥说 弥勒菩萨 你们带千道众生 赶紧往生极乐 不要落在人后 不要不学 就是把这个 往生这一节是落在人后 为什么 当年弥勒菩萨 落在释迦牟尼佛后边 因为弥勒菩萨当年 当年他们是 弥勒菩萨修行 比释迦牟尼佛早 就是刚开始发心成佛 比释迦牟尼佛早 释迦牟尼佛是后期 好几节好像是 然后修行的 但是释迦牟尼佛在斜节 成佛了 阿弥陀明勒菩萨还没修成 因为他不迫切 因为他为什么 他觉得 反正一切毕竟坤 我就游戏名利请 因为他不迫切 因为他快乐 他福报大 你看法华经里面 明勒菩萨叫求明菩萨 连法华经也忘了 文殊菩萨 佛为啥放光 文殊菩萨说 佛要讲法华经 你上辈子你忘了 说忘了 你上辈子 邱明菩萨 游走于大户 说明勒菩萨 喜欢跟这些 结交天下好友 游走于大户 大户是什么 并不是明勒菩萨 贪财 大户的那些人 可能 文学水平各个方面 好吧 情习俗话什么都会啊 就是 知音啊 大家能游走于那些人 觉得富贵啊 因为他就富贵嘛 他有福报啊 他 他游走于大户之间 结交各种朋友啊 每天吃喝玩乐 就是觉得 谁的成福 你凭我的智慧 很快的 那那之间太容易了 是吧 因为他太快了 他不迫切 所以就落在释迦牟牛 成了未来佛 是吧 所以说 释迦牟牛 你不要落在 是吧 你干净 是吧 是一看谁啊 是不是 其实有些痛苦 我们发愿为众生 但不见得 你真能担烧啊 是为什么 假如说这位子 就啊 对对方很苦 对方得了什么 绝症了 说哎呀 我为我妈担痛苦 我为我爸担痛苦 我们对外人发不出 对父母跟孩子 你是可以的 只要他的病好了 我怎么 我就现在死了也愿意 是吧 是不是 但是你怎么偏偏担不上你吗 你把他担到别人的了 是吧 有时候你想担的 就担不上 为什么 其实有时候那个病 来自于就是你着了病相 知道吧 就是比如说 这个人说是 他伤风感冒 或者是他得了病 你说哎呀 我给你担 你脑子里不停的想 你也伤风了 你也感冒了 所以你也感冒了 但他也没好 是吧 不一定你担了他就好了 是你着了他的病相 但是 但是你有这个悦 愿意为众生去担 这个夜报的担苦 你有菩萨心场 这是可喜可叹的 就是可以赞叹你的 但是第一是 你不一定能呆上 第二 那个不一定你呆上了 别人也好 就是也不一定好了 知道吧 但是菩萨的心啊 你的爱是在那儿的 这个心可以让你成到 知道吧 这个心可以是个地基来的 慈悲心的基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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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